大家好,歡迎來到每週一股的環節 在我身邊有我們研究部分析員譚志樂 Anno,你好 二汶,你好 先回顧一下上星期的推介 上星期是推介914安徽海螺水泥 看看表現方面,似乎安徽海螺就跑輸大市 看看安徽海螺整體現上星期股價的表現 其實真的看到 首先看到整個表現沒有恆子表現得那麼好 但留意水泥谷的板塊 其實很多板塊,如水泥谷、煤炭都是 其實他們的表現,如果大市做得好一點 他們絕對有可能跑輸大市 因為本身的基數 或者是營利能力相對比較低 所謂反彈的空間,亦都會較大 同樣地,如果大市做得差的話 的確不排除像水泥谷那些板塊 相對地會跌得多 所以在這板上都看到 其實整體現,由上星期推介指金的表現 的確是有個跟大市相比上來 看到有個比較明顯的跌勢 但留意一下 其實雖然看到大市下跌了0.9% 但看到港股現階段調整的幅度 都相對地比較明顯 關於914的投資策略部署 自己看回未來來說 我想水泥谷後市來說 不需要看得太差 我覺得可以先維持投資策略部署 建議如果跟著建議買入價 26元這些位置買了 沒錯,現階段可能已經跌了6-7% 我都建議嚴守止涉價 以23.9為止涉 但你見到今天的股價跌下來之後 去到24.55這些低位 也都是100天線 有個見到初步的支持在這裡 如果不跌穿100天線 問題真的不是太大 始終上個星期自己推介安分開落 主要原因是看好水泥股 或者水泥整個行業 第四季來說,水泥價格有機會回升 我自己都覺得現階段 仍然有這個可能性在這裡 所以我建議如果買了 繼續拿著 但如果未買,暫時來說 隨著市況的反覆 可能就要審慎一點 好,暫時在市況下 都可以繼續持有著 Anno,不如說說你今個星期 會跟我們推介哪一隻股份 自己看回,我仍然認為 其實內地方面 雖然最新公佈的匯豐製造業 PMI中值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但我自己覺得第四季 甚至第三季開始 其實內地的經濟都開始慢慢地改善 所以有一大部分的內資股 我覺得都有投資價值在 而今次我就在內險股當中 推介了財險2328 似乎看到財險在今年的表現 似乎股價都比其他內險股都跑贏 的確是,看到財險今年股價表現 從圖上都見到,其實見到今年來說 的確財險年初至今 雖然只是升了4% 但是這麼多內險股當中 見到財險是唯一一隻 跑贏大市的 見到恒指按年 由年初至上星期五 收市價計 都見到只是升了2.4% 為什麼財險做得這麼好 其實最主要是現階段 第一,內地方面的經濟 其實今年來講 的確有一個改善勢頭在 這方面都帶動到內險股 相關地 其實是有改善的情況在 但是留意一下 為什麼財險相對地的股價做得比較好 其實留意一下 相對地不算財險之後 第二隻做得最好的就是財寶 之後就是平寶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財寶和平寶裡面 主要他們的業務上面 其實在財產保險上面佔比 都相對地比較大的 因此都帶動到他們今年來講 業績都開始表現得不錯 所以其實見到現階段整個市況上面 或者從股價表現上面都見到 其實財產保險 其實現階段由年初至今 比起上來 我即是說2013年整體的表現 是做得相對地比較好 也都是正正這個因素 帶動到股價財險 其實今年來講 表現亦都相對地跑人大肆 但我相信這個勢頭 其實未來下去會繼續持續 所以我相信後世來說 如果內險股當中 我仍然會選擇財險股的首選 好,看完股價表現方面 不如看看一眾內險股 保費收入方面的表現 財險、平保和貸保的保費收入方面 似乎都做得比其他內險股較好 這方面會不會跟財產保險方面的比重有關係 我看回的確沒錯 你看到的確這麼多內險股當中 財險保費收入的增長速度 在這麼多間之中做得最好 這方面最主要受惠 始終見到財產保險的市場上面 相對地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見到平保 或者說人保 財保上面相對地做得比較好一點 的確沒錯 主要是說他們在財產保險的佔比 相對比較大 見到中國財保 其實今年上半年來講 說人壽業務 和財產保險的保費收入方面 佔比差不多接近6比4 至於平保上面 其實見到財產保險的佔比也挺大 為什麼這兩隻股份做得好一點 就是沒錯 最主要見到財產保險 仍然保持著一個較強勁的增長 所以其實看回內地的保險市場上面 的確我相信認為 就算是過往來講 甚至是未來都好 我覺得你說財產保險這個市場 會相對地比較好一點 那麼多隻股份比較當中 我沒有放人保出來 最主要是因為 始終人保最主要是旗下的業務 就是財險再加旗下的人壽業務上面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看得好一點 財產保險的業務上面 我覺得你說如果兩隻選 當然要選財險為首選 所以今次比較上面 就沒有人保你的公司作為比較 好 亦都和大家看看 阿諾你推介財險的幾個原因 剛才你都提過的 就是看好財產保險方面的前景 亦都看到你都認為財險的中期業績 亦都表現比較理想 我們一會再詳細看看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認為股值上比較吸引 不如逐個逐個推介原因看看 先看看第一點方面 就是財產前景方面 不如阿諾你跟我們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內地的保險業方面 一直都比較受經濟環境影響 為何你又特別看好財產保險業的前景 看回自己的確比較看好財產保險相關的 保險前景的表現 其實首先說整個保險業 的確說如果內地的GDP 保持著一個強勁的增長 或者未來有一個穩定的增長勢頭也好 其實保險業本身和GDP的掛勾性 相對地是比較牽連性比較大的 所以只要經濟保持著穩定增長 首先保險業一定會受違反 但是為何你看到近幾年來 雖然內地的經濟放緩也好 但每年平均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勢頭 但是為何你看到人壽業務相對地做得比較差 主要原因是人壽保險 始終買完保險之後 其實除了說有個保費 有個對沖相關的風險之外 始終買人壽保險過程當中 都牽涉投資收益或者一個投資回報率 但是你又見到A股這三年來 始終不斷地下跌 都令到整體現內地方面的投資氣氛 做得相對地比較差 這方面都直接影響到 看到其實整體現 從事人壽業務的保險公司 保費收入其實在近這三年來 表現真的做得非常差 甚至見到增長速度 放緩到接近10%都不足 但是留意財產保險 包括一些車險 個人意外保險 或者企業的責任險等等 這些保險其實整體現 最主要跟經濟敏感度真的比較多 好像包括汽車市場做了好一點 會多一些汽車保險 如果多了人去旅遊 亦都會多了旅遊險 亦都說如果企業或貨運的出入口數量多了 這些相關的保險亦都會有所增加 所以其實跟經濟敏感度 財險我相信經濟敏感度會相對地比較密切 或者比較高 只要內地的經濟再轉好 的確我覺得財險可以直接受為這個因素 亦都不會受到投資氣氛所影響 另外最值得一提就是消售渠道 始終在這三年內地保險業 受到保險渠道監管的力度 都令到很多銀行銷售渠道 出現了一個明顯增長放緩的勢頭 但是在財產保險 也就是一般保險 就是一些普通保險 包括general insurance 好像一些旅遊保險 或者個人醫療保險 甚至說汽車保險等等 這些保險其實是銷售渠道 監管相對地比較寬鬆 其實這個情況 不只是內地 無論是香港也好 海外市場也好 一般保險的監管程度相對地比較寬鬆 這個勢頭正正可以利好 為何你說銷售渠道 寬鬆令到它們的銷售表現 年初至今 甚至過往這三年來講 做得表現相對地不錯 因為其實現階段 財產保險仍然有很多渠道去分銷 包括內地現階段 經常提及到的 比較流行的電子商貿業務上 其實網上購物都可以買這些財產保險 都令到它們未來來 其實仍然存在一個很大的增長空間 所以你說後事來說 我自己兩個保險業當中 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 我仍然會看好財產保險的發展 好啊 不如也和大家集中看看財產保險裡面的業務分佈 在你剛才提過的各項保險裡面 看到一些企業財產險 貨物運輸險或者責任險等等的保險 佔比就比較低 而當中佔比最多的就是車險方面 佔比差不多到七成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這一方面其實財險的業務方面 會不會受汽車市場的情況影響比較多呢 我看財險的業務分佈上面 看到的確在汽車市場 即是在汽車險上面 佔比差不多接近七成 其實在內地整個普通保險 即是在一般保險上面 的確在汽車部 本身的佔比是相對比較大 也因為一定是必要性 或者是在內地的路規上 監管一定要有汽車保險所帶動 所以佔比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未來來說的增長空間 第一說汽車市場 未來來說都未必有強勁的增長 所謂增長勢頭未必落在車埔上面 但是始終對於集團的業務 影響性 汽車市場的確會有一個比較重大的影響 但是說到其他佔比較小 例如意外險、責任險等等 這方面的保險 其實雖然佔比較小 但是未來來說 增長空間就會比較大 因為一直提及到的 就是滲透率的問題 始終特別像醫療保險為例 在內地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上來 滲透率仍然是非常非常之低 所以未來來說 只要中央推動一些醫療改革等等 相關的保險 未來來說 我相信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所以論增長勢頭 沒錯 未來來說 這些其他的保險 或者意外保險等等 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但是短暫來說 對業務的影響性 我想汽車市場是值得比較關注 不如一齊看看汽車市場方面的情況 看到內地方面 汽車市場2013年頭8個月的銷量 似乎比起上一年的增長 都挺明顯的 未來這個勢頭 你看有沒有機會持續呢 之前提及到 對於財險來說 汽車市場表現 有很大的影響性 今年見到財險的股價 做得相對比較穩健 或者跑贏大市 主要原因都見到 今年來講內地 整個汽車市場 立刻是有改善的勢頭在 首先說成用車市場上面 都見到其實2012年的增長速度 和2013年比起上來 2013年的增長速度和2012年比起上來 已經有所回升 亦都回升到雙位數字上的增長 其實都一直見到 內地在內需大洞下 一些二三城市的大洞下 汽車市場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值得留意 為何今年整個汽車市場上 做得有一個好轉少少 或者財險為何較為受惠 主要原因就是 商用車市場 真的見到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甚至是扭轉之前的跌勢 主要原因 第一講內地方面 其實近幾年來 有一個興起的行業 大家都知道就是電子商貿業務 這些電子商貿業務 都牽涉大量的物流運輸等等 都令到其實見到今年來講 內地方面 一些貨車的整體燃的產銷量 有個大幅回升的跡象 所以我相信你說 始終多了貨車運輸等等 這些運送貨物的責任險 或者相關的貨物保險 或者整體燃的車險等等 都會有個明顯回升的速度 亦都因此帶動他們的業績 有個不錯的表現 另外值得一提 只要你說氣車市場 始終都是內地第二大的經濟產業 只要整個內地的經濟有個回穩的勢頭 我相信正體現 氣車市場一定不會做得太過差 不,阿諾 剛才你都提到 內險股非常受內地經濟的環境影響 不如一齊看看 內地經濟的增速方面的情況 見到其實前幾年 都有一個放緩的勢頭 都挺明顯的 不過暫時 今年的頭三季 都去到百分之百以下 而都很接近中央定下的百分之七的底線 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 你又是怎樣看呢 為何自己看好A股 或者看好內地經濟的表現 因為相信 其實未來來講 7%這個真是最後的底線 雖然在前幾年來講 中央不斷將自己的底線 不斷地下調 但去到下調到7% 我自己為何會比較有信心呢 其實都是要回到2010年中央定下的目標 2010年在十二五規劃的初段那段時間 中央有個目標就是希望去到2020年 整個GDP有機會去到可以翻一番 如果你說現階段去到2013年開始計算 如果要去到2020年 相比在2010年那段時間要有翻一番 即是平均每年要有7%的增長 所以我相信你說7%這個底線論 是相對地比較可確信性的 那如果7%真是底線的話 都見到現階段的GDP增長 放緩到7.5% 那我相信未來來講 其實真是再進步一步放緩的空間 真是有限的了 那只要未來來講 整個經濟穩定地 有個7-7.5%的增長速度在那 首先講正體研究 GDP增長對保險業來說 絕對有個正面的幫助 那只要企業活動回升 甚至整個汽車市場回升都好 相關的責任險、貨物險 甚至是其他 好像一些內需相關的醫療保險等等 未來來講 都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勢頭在那 所以財產保險這個市場 我相信未來來講 是有條件繼續看好的 好,看完大環境方面的條件 不如亦都看看財產自己的業績表現 剛才你都提到 中期業績表現都相當不錯 見到保費收入和盈利方面 其實增長都超過一成 不過似乎成保利潤方面 增長就不夠百順之一 如何分析這一方面的表現 從圖表上見到的數據 其實中期業績反映著的事實 圖表上的數據都反映到很壞參半 首先見到保費收入的確是強勁的 這方面之前都提及到 今年來講內地整個保險業 有個好轉的勢頭在那 這方面受惠經濟回暖 但是財產保險特別有個更加強勁的增長 見到他們的保費收入 是的確有個不錯的表現在那 但是見到他們的成保利潤 即是每張保單的利潤 其實見到有所下降 都令到他們的成保利潤 都收窄升幅不足1% 主要始終有幾個問題 第一行業競爭非常之大 第二平均的人工成本上升等等 都令到本身的admin cost 是持續上升 都令到他們的成本壓力 是非常非常之大 但是見到他們的股東應戰入利 仍然有個1.6%的升幅在那 主要受惠投資收入上面 有個很不錯的表現在那 投資收入的表現 主要有兩成的升幅在那 就是受惠 始終相關的投資收入 主要是來自一些固定的利息 股息等等 股息上面見到內地方面 今年其實很多數據都見到 其實企業的盈利能力 都已經有個明顯改善的跡象 企業盈利回升的速度 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帶動到一眾的股息 其實都有所上升 透過這些股票的利息收入 帶動有個不錯的增長在那 另外始終現階段內地的資金流 相對比較緊 存款利率不斷上升 這方面令到他們存款帶來的利息收入 都有個不錯的表現在那 所以今年財檢 你說收入表現得不錯 但是經營能力 是有成本壓力在那 但是始終透過投資收入所帶動 今年整體而言 中期業績表現得向好 阿娜 繼續看看中期業績方面其他的數據 看看各項業務的分類表現 你見到各項的保險方面 按半年的變動都非常明顯 即是今年上半年的表現 就好過上年的下半年 其實為何會有這方面的情況出現 會不會是因為季節性因素影響 你看回保險業 例如汽車市場上 是有一個季節性因素 始終傳統來說 在9月10月金九銀十這些日子上 的確是汽車銷售的旺季 多了人買汽車 始終牽涉的汽車保險相對多了 所以對於汽車險來講 其實一般情況下 下半年的情況 會是傳統的旺季 而上半年也相對比較淡靜 但是見到 其實在財險上 上半年的業績 已經跟下半年比起來了 有個明顯好轉的跡象 而按年比較 更加有一個強勁的升幅 都反映著這些季節性因素 其實的確是反映在相關數據上 但是為何你說整體現有這麼強勁的升幅 其實見到 首先汽車市場 其實見到今年上半年來講 有個明顯改善的跡象 都帶動到業務 有個比重較大的業務上面 有個很穩定的改善跡象在 但是留意其他的 包括企業險 一些貨物險 意外險 甚至醫療保險 都有個很強勁很強勁的增長在 就之前提及到 主要說這些相關保險 始終滲透率相對比較低 我相信未來來講 增長動力都會來自在其他保險業務上面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講 只要中央不斷推動其他保險 包括醫療保險 其他或者是整體現 內地經濟回穩 海外經濟回穩 整體現帶動出入口數量回升 相關的貨物險 責任險等等 都會有所回升 這方面財險的前景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不如看看易運數據方面的情況 財險的費用率 以及綜合成本比率 都有過上升的情況 不過不是太明顯 升1.2% 至於償付能力充足率 亦都有上升 其實這方面又反映到 財險的營運能力方面是怎樣的 看看今次為何中期業績向好 最主要就是相關營運數據上面 這四個營運數據 真的做得非常好 其實看到的賠付率意外地 持平相對地比較難控制 但是看到持平的確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成本壓力 特別在費用率上 雖然有個上升勢頭在 但是其實跟上年的下半年比較 已經是有所持平 所以看到按年上升只是1.2% 這方面是盛市場預期 其實綜合成本比率 現階段到93.6% 這方面是遠勝一眾大行報告的表現 因為其實一眾大行報告 都預料它的成本有機會上升到95% 那為何它做得這麼好 我相信最主要始終財險 是內地整個財產保險市場裡的龍頭 它們能夠成功地控制成本 都是透過規模效益所帶動的 所以都反映到 看到它們現階段 控制成本的能力 仍然相對地比較強 這方面是會有一個優勢在 因為始終無論是保險市場也好 或者內地很多行業各行各業也好 成本上升是會未來面對著最大的問題 所以看到如果它們控制成本的能力 相對地較好的話 未來來說是會有一個優勢在 最後提一提就是負償能力充足率 都看到現階段都提升到195% 始終財險一直以來 面對著最大的問題就是 負償充足比率不算是非常之高 也都緊貼著中保監的要求150% 但始終經過今年2013年5月那段時間的公估 雜資源差不多接近100億元之後 始終都帶動到 它們整體現階段的比率 去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所以現階段其實它們的財務壓力 不算是非常之大 所以整個業務只要有所改善 後事來說 我相信是會有利股價再進一步推升 是的 阿諾 通常我們講開內險股 都會看回投資方面的表現 不如也都看看財險的投資收益率方面 見到從2011年第一季開始 似乎投資收益率方面 都有個上升的情況出現 最新2013年第一季 就上升到4.8% 這方面你又怎樣看 接下來又可否保持這個洗頭 見到其實近這幾年來 都開始見到投資收益率 由谷底有一個慢慢反彈的跡象 其實見到A股相對地做得比較差 為何投資收益率反而有改善的勢力 最主要始終講到財險 本身大部份的資產都是落在一些定息 或者是本身他們的投資回報 都是來自一些固定的利息收入 股息收入所帶動的 所以見到整個經濟環境有所改善 企業的盈利能力開始有改善的情況下 都令到他們的收益率有所反彈 我相信近期來說 收益率改善最主要是始終受惠 那幾年基數較低 到2011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整個收益率 即是1.4%真的非常之低 始終這些固定息率 或者是定期存款等等 這些回報都是有1-2% 1-3%左右 其實整體來說 一般情況下 不會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虧損情況 未來來說 始終現階段看到內地 資金仍然相對比較緊 我相信他們一些固定的 利息收入的投資工具 未來來說應該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這方面可以帶動到未來 他們的投資表現 未必會做得太過差 不如集中看看財險投資資產方面的分佈 見到財險似乎這半年來 不斷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方面 增加了超過一倍 不過見到權益率的證券 即是股票方面 下跌了1.4% 如何分析財險的投資策略方面 對於一間保險公司來說 一般情況下 他們收完一些保費之後 會把相關保費 扣除了一些相關成本之後 或者準備來賠償的資金 之後會剩餘的錢拿去投資等等 但留意一下 其實過往這幾年來講 財險本身拿的錢 都不敢積極地放在一些股票市場 債券市場上面 始終在說 債券市場牽涉債務的問題相對比較嚴重 這方面其實投資相對比較審慎 雖然說內地現階段的債券 普遍來講都有一個較高的利息 但見到他們債券方面的增長速度 也不是非常快 更加股票市場 A股大家都見到 其實上證指數這三年來講 不斷地下跌 都令到股票市場的投資回報率 相對地比較失望 所以見到近期來講 他們都是不斷地增加現金 其實我覺得增加現金有個好處 就是現階段的現金不斷地增加 只要往後見到經濟真的有一個喘定的跡象 A股有一個回升的勢頭出現 他們未來來講 可以不斷地用資金增持股票權益 其實看上半年來講 跟上年的下半年比較起來 整體而言他們的投資資產 按年上升了接近9% 這方面跟A股相比上來 A股在上半年來講 整體而言按年下跌了接近13% 都見到他們現階段 管理資產的風險管理 是做得相對地比較好 正正這個優勢 我相信未來來講 應該可以繼續持續發揮 分析完財險的中期業績 不如也看看剛才提過的第三個理好因素 就是股值方面比較吸引 看到股值指標市盈率方面 財險的市盈率似乎不斷下跌 來到13年年中才開始有回升勢頭 這方面其實是因為股價方面的影響 還是基本盈利方面的影響呢 看到圖表上由13年年中那段時間 開始有回升勢頭 的確沒錯那段時間 財險在公元股之後 股價不斷地上升 這方面第一受惠中期業績好 第二就是A股在那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做得相對地比較好一點 始終A股一旦做得好 一中的內險股一直以來都會直接受惠 但提到過往這三年財險的股價 一直徘徊在7.5至12元這個區間 其實都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主要原因 其實股價一直徘徊在平均值大約9.7 這些位置 主要原因是股價一直一直橫行 但市盈率不斷地下跌 最主要過往這三年 我看到它的盈利能力不斷地提升 每股的盈利不斷保持平均 在接近10%的增長速度 都帶動到股值上現階段 都回落到10%PE 這些比較合理的股值上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來說 其實內地始終GDP 應該能夠保持一個穩定7%的增長 整個業務上 我相信未來來說 就算市場競爭激烈都好 應該能夠保持穩定 每年可能10%左右的增長速度 所以你說現階段 10%PE 我覺得相對比較合理 我相信後世來說 儘管今年來說 他們的股價是跑人大市 亦都是這麼多隻升幅最高 但後世來說 我覺得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對 亦都看看同業比較方面的數字 剛才你都提過 財險今年股價其實都升了不少 不過見到2013年預測市盈率方面 仍然是同業之中最低 中人壽、中平安、泰保和新華保險 都超過10倍 而財險就只有9.57倍 為何會是這麼低呢 我看回市場 首先在財產保險的市場上 的確未來來說會有一個增長 但增長速度 應該不會再有2007年的時間那麼快 所以預料財險未來來來說 營利能力增長速度 可能真的每年大約是平均10%左右 所以10倍PE 市場現階段是一個相對比較合理的估值 但為何中人壽、中國平安 相關他們的估值相對較高 因為始終人壽業務牽涉很大量的投資收益 如果A股真的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他們的投資收益的確不排除 從谷底上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反彈 從中人壽的上半年業務上都見到 的確業務的增長速度按連上升了差不多接近6成 這方面最主要是受惠稅年基數低 但見到A股 其實由年初至今 見到勢頭仍然相對比較反復 上證指數由年初至今仍然是暴跌的 始終主要原因就是A股 現階段其實投資氣氛仍然相對比較低 所以未來來說 儘管真的見到投資收益改善 我相信現階段股價 其實都反映了部分因素 所以我覺得要選擇 都選擇財險為主 因為始終論基本因素 在這麼多保險股當中 相對地是比較樂觀的一隻 好,Anna,看完一些利好的因素方面 不如也看看風險因素方面的情況 好像見到財險的市場佔有率 似乎近年都不斷流失 這方面其實是主要因為財險自己做得比較差 還是市場方面可能結構上有改變 我想你看回保險股內 保險股內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其實不單止財險 很多行業的龍頭 始終在保險業上 近這幾年來市場佔有率 真的不斷不斷地流失 始終為何流失得那麼厲害 第一就留意在財產保險這個市場上 財險的確是龍頭 也都在2007年那段時間 市場佔有率差不多接近一半 有45%左右 始終為何有這麼強勁的市場佔有率 始終內地指出以前那段時間 始終內地保險業不是開放 整個保險業都是內資的幾間 但是這幾年內地的保險業開始慢慢開放 多了市場的競爭參與者 多了好像AIA等等的公司 也都不斷地加大自己內地的業務 令到他們的市場佔有率不斷地流失 所以都見到 其實現階段內地整個保險業 其實我相信你說優勢 個別的公司的優勢 未必說真的太過之大 但是始終在龍頭 面對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者 市場佔有率的確有一個流失的趨勢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未來來說 仍然是有一個風險因素 唯一好少少就見到 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比較起上 見到財險的市場佔有所回升 但是你又回升到現階段 接近35%這些水平 其實我覺得跟整體仍然 都仍然是有個偏高的情況 隨著競爭越來越激烈 未來來說 他們仍然會有機會流失市場佔有率 這方面是一個風險因素 我覺得投資者是值得留意相關的因素 好,安娜 亦都想問你成本方面 剛才我們看過中期業績的時候 就看財險的費用率方面 都有個上升的情況 其實看回近年 由2011年上半年開始 那個費用率就已經開始持續上升 去到2013年上半年 更加升到32.1% 這一方面又應該怎樣分析 我想看回這個是第二個比較大的 整個行業的風險因素 始終見到他們的成本壓力 真的非常非常多 因為始終之前提及到的 現階段市場的競爭真的非常激烈 他們要承擔分銷費用 越來越高 為甚麼有持續上升的分銷費用 第一 他們要積極地找一些代理 或者是經濟去賣這些相關的保險 而他們牽涉的佣金率 其實現在不斷要相對地提升 這方面 都蠶食回他們的盈利能力 第二就是現階段 特別說像一般保險市場上 分銷渠道不斷有加無減 包括一些傳統的電子商貿平台等等 這方面我相信他們牽涉分銷費用 會有加無減 所以未來成本壓力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但是財險在相關的風險因素當中 我相信面對著的問題會相對較高 因為之前提及到的 在中期業績都見到近這半年來 即是今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 比較的費用率 都有持平的跡象在 我相信這方面 就是受惠他們的規模大 能夠成功控制成本 所以我覺得要選擇的 都會選擇財險為首選 好,阿龍,謝謝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不如分析原理好和風險因素方面 不如亦跟我們說回 在現在這個市況下 應該如何部署財險的買入策略呢 再看財險的買入策略 我都建議等多一會後低才再去買入 始終在現階段 未來星期二開始 內地就會優勢 達入一個長假期 例如黃金週 到下星期一才服事 始終在說這些內險股 其實跟A股的敏感度相對較高 所以短期來說 我相信內險股或財險也好 短期來說會欠缺一個明確的方向 再加上剛剛最新公佈的經濟數據 都見到匯豐公佈的製造業的中值 都比初值有所回落 市場會擔心經濟是否真的沒有預期中那麼好呢 所以短期來說 不排除一中的內資股 有個調整的幅度在 所以我都建議後低到10.1這些位置才買入 但是我覺得短期後市都有個衝勁在 來到10月中到10月18日這些時間 就會公佈一中的GDP數據 如果見到第三季的GDP數據 真是較第二季有所好轉 我相信這些跟經濟敏感度較高的 一中的內資股 後市來說是有一個炒作衝勁在 所以我都建議 回落到10.1這些位置 做一個中線吸納的部署 只要將指示價放到8.9 中線的目標我覺得有條件 突破52周高位 甚至可以望回到12元這些位置 好,謝謝Aono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先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記得打電話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 再給我酒吧 謝謝 από小朋友 感谢观看